内地近年GDP增长放缓。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战。加上今年遇上新冠肺炎肆虐全球。无论内需或外贸都受打击,内地经济毕竟气蔓延至楼市。 有内房龙头围求套现还债。近日不惜劈价三成。以七折出售旗下楼盘。香港地产商会不会仿效,香港楼价又会不会大塌。 首先,讲一讲内地楼市发生什么事,据内媒报道。 中国恒大03333于周日6日宣布。 9月7日周日起至10月8日全国预六百个楼盘以七折出售,未知香港是否在列。 为其主要从事内地市场。其实,该公司于2月份亦曾做过减价促销。当时折扣为75折。 为什么内地楼市有关香港市?其一,早年曾有说法,天水围对面的深圳楼价已经贵过嘉湖山庄。 香港楼价哪有得跌?言下之意。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享有比内地楼价更高的日价。 而目前内房龙头要劈价买楼?港楼会不会失去支持。 其二,过去内地经济发展蓬勃。香港近水楼台先得月。 香港银行界对内地放贷比重越来越高。但针无两头利。 随着近年内地经济下滑。过去成功的赚钱方程式亦带来不小后遗症。 均不见本地传统华资银行近年因内地借贷而身陷困境。 若然内地楼价大跌触发金融骨牌效应。香港银行体系难免受损。 届时将影响借贷能力。或令香港资产价格大跌。 最后,香港楼市自2003年后一直大涨小回。 而内地楼市更是长年有声无跌。楼价不跌神话深入人心。 但内房龙头接连匹家套现。有机会连累大陆楼市陷入调整浪潮。 而令人对楼市由乐观改为悲观。人的观念一旦转变。 楼价就非一。两年间可以重拾声势。 例如1997-2003年就曾跌足七年。 讲完内地楼市因素。再谈一谈香港自身的问题。 早前,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待遇。 虽然暂时未见大影响。 但经济基础受损已是无容置疑。 未来货品进出口都会受制。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受打击。 越来越多国际金融机构缩少在港的营运规模。 甚至撤出香港。 最近就有日本大型网络金融公司C百亿。 SBI Holdings。 表态明年3月退出香港市场。 令人不得不忧虑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否稳固。 此外, 港府本财政年度财赤严重。 财政储备已跌破1万亿元大关。 尿未来难再推补就业计划。 换言之, 失业率将高居不下。 多重打击之下, 楼价向上乏力。 向下则有很大空间。 虽然香港地产商财务相对稳健。 资产负债比率低。 但并不代表没有去货压力。 根据以往香港地产商的营运习惯。 普遍采取货如轮转策略。 楼价旗已出售将资金回笼。 保持灵活性。 而今年一手扭因疫情及经济关系而销售不利。 不排除明年会有减价散货的行动。 至于楼价会不会大跌, 今年底或有分晓。 不妨拭目以待。